大家好,谢谢您光临Dr.Yoli,白鹤博士的医学心理学频道 今天呢,我们的这一套恋恋暗暗 是可以宣费礼器,改善肺功能 对咳嗽,哮喘,肢气管炎,鼻子出血 还有就是对过敏性鼻炎也有治疗效果 对于精神的安定也有辅助作用 我们的每一次每一套健身活动都包括恋恋和暗暗这两个部分 所以恋恋好了,也一定要暗暗才会完整有效 我们先一起来开始恋恋 通过一个轻柔流畅的动作让我们安静下来 调整好呼吸,就可以开始恋恋了 这一套是从向前平举双臂开始的 一边平缓吸气,一边将双臂向两侧伸展 做扩胸运动,保持吸气状态 然后将手心转为向上,进一步深吸气 将两臂缓缓靠近耳朵的两侧 再转为呼气,慢慢地把所有的气体全部呼出去 可以通过咎嘴,慢慢地把气全部彻底地呼出去 向两臂转为向前伸展 保持平局 将面部转向左侧上臂 用鼻子尖去轻轻碰住上臂 碰住到上臂以后 就将面部转向右侧 用鼻子尖再轻轻地触碰右侧的上臂 触碰到上臂以后 再恢复面向正前方 这就是一套今天要练脸的内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连续练脸十到三十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鼻尖碰住到的地方呢 正好是守太阴肺经上的一个穴位 叫天府穴 准确地说呢 天府穴是在拱二头肌的脑侧园上 暗暗揉揉天府穴三分钟 每天三次 加上练练这套动作 是可以帮助我们宣肺理气 改善肺功能 有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的朋友 也会感到它的治愈效果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练练 暗暗健身抑制长寿的一套内容 您可以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这样也就是等于收藏了 当需要练习的时候 就可以及时找到 也谢谢您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 让我们大家一起练练 暗暗 一起健身抑制长寿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练练 暗暗等着您